我叫秦刚,是一名审计师,和妻子已经结婚两年,我跟妻子叶梅在一次聚会中相识,当时的她,年仅24岁,便已经是一家服装设计公司的总裁,她的知书达理和过人的美貌在当时瞬间俘获了我的心,我们相识半年便闪婚了,婚后两年以来的生活还算顺利,叶梅拥有天使般的面孔和魔鬼般的火辣身材。 加上温和的性格,以及事业型女强人的人设加持,我带她去任何场合,都是给我赚足了面子,但也存在一些插曲。有一次,我带着叶梅参加我母校周年校庆的时候。 一个叫做刘超的男人居然很熟络地跟我妻子说话,李小姐,这位是你现在的客户吗?对方的眼神意味深长地在我俩之间游走,妻子精致地脸上顿时有些花容失色,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怎么会? 我刘超呀,你不记得了吗?妻子挽着我的手,头也似得远离了那个男人。 我询问刚刚的情况,妻子却咬定对方认错人了,让我别多想,我感觉妻子的表现很不对劲,不过妻子姓业。 而刚刚那个人喊的却是李小姐,很可能是对方认错了,我也觉得自己不该怀疑妻子。 这样美好的妻子,我这辈子上哪找,我顿时为自己刚刚的一律感到惭愧,这晚回到家,我一从浴室走出来,就看到妻子面色红润地躺在床上,向我施展公事,我扔下手中的浴巾,陷入了妻子的温柔香。 不得不说,作为妻子,叶梅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挑剔,我有时候不禁在想,这一切该不会是假象吧,就算是梦境,我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 一日,妻子要去国外参加时装周,这一趟估计得半个月,即使心有不舍,但妻子事业上的事情,我是百分之百支持的。 当然不可以在任何时候拖她的后腿,出发之前,妻子的助理王欣欣,一大早便赶来了我家,等着我妻子一同出发去机场,不得不说,这学设计的女孩子,果然长得都不赖。 王欣欣这个助理,虽然跟我妻子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但也是美艳的大美女一美,她俩走在一起,像集了两个女明星出街,秦刚,我不在家这段时间,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哦。 一日三餐要记得吃好,妻子出门之前,对我各种叮嘱,我像个孩子一样,乖乖地硬着嗡嗡,知道了,妻子走后。 我望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居然那么快就开始想念妻子了,当我走到厨房,准备看看冰箱里剩下的食材时,我的眼角却瞥见了妻子的一部手机,望在了沙发上。 妻子身上带的手机不止一部,分别用于私人生活和工作,这我并不奇怪,只不过向来谨慎的妻子居然也有丢三落四的时候,我想要给妻子发个信息,告诉她手机落下的事情。 但是,正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好奇地输入了密码,想看看能不能解开手机,于是我输入了自己的生日,没有解开,我有点失望。 在输入我跟她结婚的时间,解开了,我心里美滋滋的,妻子果然是最爱我的,进入手机界面,我看到了上面有一个聊天软件,里面还不停地弹出消息,当我看到消息以后,大吃一惊。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夜眉跟不同好友之间各种各样的潦草语言,还有群聊很是活跃,一些比较大胆的图片,豁然发不到群文件里,都是些身材极好的小姐姐,难以置信,一直保守的妻子用的头像,居然是一个露出半边脸和半边锁骨的照片,光看照片,根本无法不确定头像上的女人是否就是妻子。 但看到她背后的环境无比熟悉,我却敢肯定那是我们的家,我呼吸微致,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而且夜眉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群聊里,还跟不同的人聊着这些骚话,忽然就想起了,前不久,那个叫刘超的男人,群里的人都在进行分享。 我看到一些女人大大方方的发了自己的传照到群上,请姐,今天又掉到几个了,今天不行了,才二十个不到,你不行了,还得看美姐的战绩,美姐天天都忙到没空出来说话了,他们所说的美姐应该就是夜眉。 事实几乎已经摆在我的眼前,妻子夜眉就是这里面的一员,所以她之前说的工作,就是干这个。 一想到这些日子以来,妻子一直在欺骗我,甚至她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不是真实的,我就恨不得现在就跟她摊牌,赶紧离婚。 但是我现在还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要把这个女人调查得明明白白,我查看了之前我给妻子的那张信用卡最近的消费记录,发现妻子之前跟我说去出差的时间,基本上的都去了隔壁城市的一家高级酒店消费了,原来我给她的钱,她都是这样消费光的。 就在昨天,她也拿着这张卡去预定了这家酒店的一间总统套房,我的大脑胀胀的,但我已经顾不得其他,赶紧驱车去隔壁城市抓我妻子出轨的把柄,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这家酒店,询问前台我妻子所在的房间,因为酒店工作人员不便透露客人的信息, 我便将自己和叶梅的结婚证摆在对方的面前,表示自己是来找我妻子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妻子的入住信息,前台查了记录之后告诉我,我瞬间大脑轰炸,我的妻子没有来这里消费。 难不成拿着信用卡来消费的不是妻子,而是别人,我给妻子打电话,但她依然没有接听,难不成真实地在飞机上,或者是像平时对待我一样服侍着某个人,所以没有时间接听,一想到这里我气得想要砸手机,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从酒店电梯出来,正是我妻子的弟弟,叶坤。 叶坤此刻正搂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样子,几乎恨不得当连体婴儿,俩人一走出来,看到我正在酒店门口,惊讶地撑大了双眼,她反射性地松开了刚刚缠绕在美女腰间的手。 姐,姐夫,你怎么会在这里?叶坤,所以是你拿着我的信用卡在这里消费,我目光如炬地盯着她看,叶坤承认了,说是自己手头姐,前不久跟我妻子借钱,叶梅便将我给她的信用卡拿给弟弟用了。 姐夫,能不能不要跟我姐说你今天在酒店看到我的事情,要是说出去,我姐那么保守你也不是不知道,要是知道我最近又大手笔乱花钱,她估计要骂死我,怕我生气,叶坤乖乖地拿出我的信用卡还给我,我冷冷地接过卡,她到底是不是真保守,我可就不好说了。 酒店开房的事情就算跟她无关,但是那个聊天软件的事情可就不容易解释得过去了,我询问叶坤叶梅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听到我的问题也是一头雾水, 姐夫,你怎么也会犯傻,我姐一直都是搞服装设计的啊,我摆摆手,看来弟弟这里是打听不出什么东西的,毕竟叶梅那么谨慎的一个人,估计是瞒着身边的所有人了。 到了晚上,我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对方告诉我自己已经下了飞机直奔酒店了,然后还给我录了一个自己在酒店的视频。 我看到了里面只有妻子一个人的东西,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男人的痕迹,于是我试探性问她,是不是在家里面落下一部手机了,叶梅很淡定地回答,没有啊,老公,是你工作用的手机,你自己看看。 于是妻子当着我的面,在自己的行李包里面拿出了两部手机,两部工作手机都在她身上,我有些不敢相信,所以我看到的这部手机不是妻子叶梅。 那会是谁的,里面的各种信息都在指向妻子,如果真的不是妻子做了背叛我的事情,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有人在故意冒充妻子,以此引起我对妻子的怀疑,不管如何,我放下了心里面的大事,至少说明,妻子不一定背叛了我,我们的婚姻还是有生机的。 结束视频之后,我决定先去洗个澡,缓解一下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就在我走进浴室脱下衣服,准备调整花洒的时候。 我注意到了,卫生纸桶内有一个使用过的保险套,我动作一致,盯着那东西一看,根据大小判断,我敢肯定,这不是我用过的。 刚刚才解除的危机,再次响起警报,我意识到,曾经有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的家里。 甚至连我妻子睡觉的那张床,可能都已经不干净了。 一日,我在家里面的一些隐蔽的地方装下了监控器,然后连上我的电脑。 两个星期之后,夜眉出差结束回来了,夜眉的身上穿着一件我之前没有看过的连衣裙,裙子底下的黑色的丝袜,它是开服装公司的。 换作从前,我从不会去注意她每天不一样的穿着打扮,因为她每天穿不重样,我觉得是在正常不过的。 但现在,什么服装公司,也许根本不存在。 老婆,找个时间,我去你公司看看吧。 我故意试探她。 夜眉的表情微不可闻地僵了一下,而后笑了笑。 老公,你以前不是从不过问我的公司吗?今天是怎么了?之前是我太不伤心了。 作为老公,本来就应该关心一下老婆的事业吗? 听到我的回答,夜眉的脸上果然写满了心事,笑都笑不出来了。 果然她在骗我。 对了,你之前说你的公司叫什么? 我继续问。 自媒时尚,我漫不经心应了一声哦。 根据她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名称,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随后趁着她去洗澡的时间,我上网查了一下这间公司的基本信息。 竟然真的查到了,并且法定代表人上面写着的,确实是夜眉的名字,我不想给她继续说谎的机会。 于是第二天,我便特意向公司请假,择日不如撞日,直接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妻子, 我正在去她公司的路上,十分钟内到楼下,早上出门前跟我说,今天会一直在公司的妻子,我想她此刻一定很惊喜。 接着我听到妻子有点慌张地说,阿刚,我现在正好在开会,我待会让我助理去公司楼下接你,我装作淡然的样子,说,好,那等你忙完来找我,我今天特意请了一天假。 晚上我们,在你公司附近吃晚餐,妻子应了声好,但语气似乎不太情愿,没过多久,一个美女从公司大厦里走出来, 秦哥,叶姐现在在开会,我带着你参观一下公司吧,来接待我的人,果然是妻子的助理王欣欣,我点点头, 然后我在王欣欣的带领下,参观完了整个公司所到的每一部门,里面的员工看起来都是在很正经的工作着,很正规,几乎看不出哪里不对劲,而且在路上遇到的员工都会跟王欣欣打招呼,我渐渐感觉妻子没有欺骗我。 期间我看到王欣欣时不时低下头看手机的消息,她发现我的目光,于是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道,自己在看工作上的事情,希望我不要介意, 我说没事,并且表示,我看看而已自己走走,让她先去忙公事,但她坚持说叶姐交代她的事情,她一定会办好的,经过刚刚对这家公司的了解, 以及眼前这个助理的表现,似乎一切都证明我之前的怀疑是多虑了,但是,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就是说不上来,就在我们走到公司一楼大厅的时候,我看到了妻子在公司外面。 并且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豪车,在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两个人在车内的举止很亲密,妻子似乎还在老男人的脸上亲了一下,两个人这么肆无忌惮吗? 难道忘了这是大白天,就这么着急,我心头一紧,下意识地追了出去,但是奈何对方已经扬长而去,王欣欣一口一个情歌地追了上来, 我气得转身朝她骂了一声,还指责道,你不是跟我说她在开会吗?像是没有想到我反应这么大,她一脸震惊地看着我,然后略带委屈地说,叶姐刚刚确实是在开会,只是她临时有其他工作,需要去其他地方视察,我也是刚刚才收到她发来的消息,说着她还将自己手机上收到的消息给我看, 上面确实是我的妻子事发突然发给她的安排,还让我继续照顾我,我依旧很愤怒,谁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于是我直接打电话给她,叶美,你现在在哪? 妻子吞吞吐吐吐地开口,老公,我临时有其他事情,刚刚也安排我助理照顾你了,你放屁,我刚刚明明亲眼看见你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车,这是我第一次对妻子这样的语气讲话, 妻子显然惊呆了,两秒之后,妻子也按捺不住心里的怒火,秦刚,你胡说什么呢?你看到的那是吴总,他是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想得那么龌龊? 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你要是把我当成丈夫,现在就赶紧回到我面前,我们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怒气冲冲地讲完,直接挂了电话,王欣欣听完了我跟叶美之间的对话,试图解释, 秦哥,你误会叶姐了,就算是误会,我也要听她亲口解释,我紧紧地捏着手机,然后转身走回去,之后一直等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期间,王欣欣一直在我身边的位置,坐着,不敢说话,目光也是十分焦灼,没多久,妻子行色匆匆地来到了咖啡馆这里,夜眉那张好看的脸,此刻看起来很难堪,她来到我身边,低声下气地开口,老公,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我们回家,说好不好? 我板着脸说,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敢在这里讲的,妻子顿时哑然无声,她猝着眉,扭头对助理说,公司的事情,我刚刚发给你了,你待会按照我说的去做。 王欣欣点了点头,便离开了,只剩下我跟妻子,夜眉坐在咖啡厅,接着我把自己之前在家里面看到的手机拿了出来,你自己看吧,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夜眉拿起手机端向了片刻,这不是我的手机啊,我冷笑,这个女人太能装了,你就是因为一部手机怀疑我出轨,是吗?夜眉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这一次,她看起来生气了,而且,她的反应 确实好像说明了自己是被我冤枉了,秦刚啊秦刚,我真没想到我在你心目中是这种人,你就是相信一部手机,也不相信我们的婚姻。 看起来,我们的感情还真是不堪一击,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接着我把身边发现的一切,说明妻子有秘密的迹象说了出来,包括在家里遇事发现的男人用过的保险套,但是妻子却很惊讶, 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秦刚,我觉得你疑心病太重了,你应该是看看医生,刚刚我跟吴总,也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我是清白的,信不信有你,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离婚吧。 说完,妻子沉着脸离开,我顿时觉得心里一沉,难不成真的是我的问题? 这天晚上回到家,妻子真的没有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她接了,但是她很明确地告诉我,如果我还是觉得她背叛了我,那她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我的大脑跟江湖一样混乱,难不成我真的是被人给吓套了吗? 是有人在故意挑拨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为了找到真相,我联系到了一个私家侦探,让对方帮我调查出那个手机的真正主人,看看是谁在搞恶作剧,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侦探联系我,说已经查出来这部手机的主人了,对方叫做王欣欣,竟是我妻子的助理。 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妻子出差那天,也只有她才来过我家,只有她有机会做这些事情,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找到了王欣欣,她还以为,我想继续向她打听妻子的事情,秦哥,你跟叶姐现在还是没有和好吗?我没去理会她的虚伪,拿出那部手机,这是你的吧? 那个交友软件里面,故意将自己的昵称,设置成我妻子名字的,也是你。 王欣欣大惊失色,她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质问她,秦哥,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是我一时想不开。 我妒忌叶姐爱情事业双丰收,是我一时起了不好的心思,我知道错了,叶姐其实早已经识破我了,你们夫妻二人都是好人,原谅我吧。 我很惊讶的是,妻子居然已经知道真相了,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叶姐其实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另一方面,是想要试探你对她的信任度,所以故意不告诉你。 我大为震撼,原来我真的误会了妻子,而且妻子还大度地放过了一个试图破坏她婚姻的人。 我没想到我的妻子是这样善良的好女人,而我却还怀疑她是骗子。 我真该死。 回到家附近,我特意去了一趟超市,想要买一些食材等妻子回来,准备做一桌好吃的跟妻子赔礼道歉,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决定今天早点下班,亲自到妻子的公司那里去接她回来,来到妻子的公司附近,因为时间上早,很多人还没有下班,停车位基本上都被站满了, 我缓缓地行驶着寻找空位,终于在距离公司大厦不远处的一个隐蔽处找到了位置,但当我停好车,我竟然看到妻子的车正停在最角落,透过车窗,我隐约看到里面是有人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遇到妻子。 于是我走上前,然而我很快发现了不对劲,我听见了车里面传来的稀稀锁锁的声音,还有男人和女人发出的不可描述的声音,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 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里面正在明白发生什么,我搭不上前,抓去车门吧,但是车门已经锁上,我根本打不开。 这时,正在被男人骑在身上的夜眉,透过车窗看到了我,顿时瞪大了眼睛,双手想要挣脱开男人,奈何男人过于投入,意识无法自拔。 我大脑嗡嗡地想,丧失理智地我回到车上后车厢的位置,从里面取出一个修理用的铁锤。 然后朝着他们的车砸去,车玻璃被我砸碎,里面衣衫不整的男人和女人被吓得不停叫喊着,身边不断有路人涌上,前来围观和拍照,很快我被警察带走。 我们的事情甚至传到了网上,成为了一则社会新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不可能不离婚。 离开派出所之后,我的妻子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回到了家,跪着跟我解释, 说是那个吴总强迫他的,他强迫你,我看你当时玩得很尽兴,很享受呢。 我把他的衣物全部扔了出去,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我一刻也不想看到他,不行,阿刚,我已经怀孕了,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 我冷笑,甩开他那双肮脏的手,别说这种话,我觉得恶心,你怀的孩子是不是我的,还说不定呢。 叶梅哭得惨兮兮的,是你的,真的是你的。 你要是不信,等过段时间,我们可以去检验一下,那我这段时间是不是还带乖乖地当这个便宜爹,叶梅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可能他也想不到,对他宠爱有加的我,此刻会如此的冷漠,接着我打电话,让妻子的弟弟叶坤来我家,把他带回娘家。 我们择日离婚,妻子叶梅见我如此决绝,索性不装了,跟个泼妇那样一个劲地骂我不是男人,外面的男人个个都比我强,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他。 平日在我面前装作知书打理的样子,真是为难他了。 等到我的世界稍微安静下来之后,得知消息的王欣欣,竟然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出去见面,王欣欣的为人我也是见识过了,实在是不想跟这些人掺和上关系。 于是我直接拒绝,可对方却说,秦哥,其实关于叶姐,他身上还有许多秘密,你还不知道。 如果你想要打离婚官司,这对你来说会很有用。 我犹豫了,不知道对方的话有几分可信,但为了真相,我还是答应赴约,跟王欣欣约在一家参吧见面。 我去到的时候,桌上刚刚摆上了一些丰盛的食物,见我来了,他笑了笑,先坐下来吃顿饭吧。 我们边吃边满满说,王欣欣跟之前相比判若两人,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以我妻子的助理身份面对我,气场都变得不一样了。 可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你跟我妻子究竟都在隐瞒什么?王欣欣加菜的动作顿住。 然后放下筷子看着我,你怎么就觉得我跟叶梅是一伙的呢? 我没再说话,只是坚定地看着他,好吧,我承认,我确实曾经跟他是一伙的,因为我知道了他的很多秘密,但是作为他曾经的助理,我必须帮他保守秘密啊,必要的时候我还要帮他远谎,可现在不一样了。 妻子的公司在爆出了他的负面新闻之后便出现了危机,王欣欣也趁机辞职了,王欣欣接下来说出的事情,才是我一直没预料到的,原来妻子跟王欣欣之前都是一个交友俱乐部里面的应兆女。 之前那部手机,就是他故意留在我家,想要提醒我妻子的秘密,他们就是在通过那个聊天软件接单的,只不过后来妻子傍上了一个有钱男人,也就是上次跟他玩地震的吴总,吴总给妻子一笔钱,让他开公司,作为交换条件,妻子必须随时服务对方,满足他的需求,我恍然大悟。 所以,叶梅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女性的样子,故意接近其他有钱的单身男人,所以才有了我跟他的相识和相恋,但即使是婚后,他跟吴总的情人关系也一直保持着,可是我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要暗示我这些,我跟他这样的婚姻也会极度,像是触动到他的内心,王欣欣看我的眼神很是认真,因为叶梅根本不值得拥有像你这样的好老公。 我无奈地摇摇头,自嘲地说,我这也算是好丈夫嘛,我连自己的妻子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不是的,秦哥,你是我见过做好的男人,如果我是叶姐,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的事情,我一定会跟从前的一切断得干干净净。 王欣欣的样子过于认真,他说的话也很突然,我听了一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但我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准备起身,你刚刚说的那些对我很有帮助,我也感谢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谢谢你,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我拿着对方准备的这些资料,转身要离开,王欣欣却从背后抱住我,秦哥,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我才看不得你被别的女人这样欺骗,我很早就想要告诉你真相了,我冷了几秒,赶紧将她的手拿开,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离婚,所以还是有父之父,注意一下分寸。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虽然王欣欣对我的喜欢确实让我有些惊喜。 但也只是停留在一个男人被女人喜欢的虚荣心上,即使我被妻子欺骗了,但我知道自己心里面依旧对妻子存有感情,我回到家,手机又急促地震动起来了,是小舅子叶坤打来的,姐夫,你快来啊,我姐为了你割腕自杀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到了医院,妻子正在手术室里进行抢救,而叶坤则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叶坤痛苦地抱着头,我姐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 看到我来了,叶坤充满着仇恨的眼睛瞪着我,都是你,要不是你,我姐也不会自杀。 说着,她直接跑上来,想要一拳打在我的脸上,我被打得摔倒在地,叶坤还想继续打我,我翻身拽住对方,将他压在地上,医院的人看到之后,试图将我们分开,我拨开人群,朝着叶坤打了一记耳光,清醒一点,你姐做错了事情,她只是承受不住要承担的后果,才选择用这种方式逃避责任。 听到我这话,叶坤像个孩子一样,躺在地上哭了起来,嘴上还一直说着自己的姐如何含辛茹苦地将自己带大,怪自己不争气,也是姐姐自己命太苦,我默默地在一旁点燃一支烟。 只觉得对方这话讲得很好笑,她命苦,那我算什么,我跟妻子刚认识的时候,就得知她的父母在他们姐弟俩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他们小时候在福利院长大,妻子很有志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后来得到基金会的赞助,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之后自己创业,多么励志的故事。 我听了之后,对妻子打从心底佩服,但我现在都不敢相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叶坤后来冷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跟我讲起了他们小时候的事情,甚至为了让我相信自己没有说谎。 还拿出了他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妻子大学毕业照,当初我姐为了照顾我长大,供我上学,她确实找了一份来钱快的工作,只是我当时不知道她做的是哪种工作,你也知道,我姐那么漂亮的女性,又没钱没权,职场生活对她来说太不友好了,职场潜规则,同性的陷害和设计,她都经历过。 叶坤打的这些感情牌,归根到底就是,妻子这一路上走过来,确实是很辛苦,如果不靠着那些手段,他们现在估计早就饿死了,妻子摆脱了危险。 她醒的时候,我走到她的病床前告诉她,离婚的事情,我这边会处理好,到时候,我会分给她一部分的财产,作为她这两年来,对我陪伴的补偿。 听到我还是坚决离婚,妻子在床上哭得梨花待雨,回到家,我整个人疲倦地直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迷糊之间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微微睁开眼睛,只见眼前烟雾缭绕,我差点呛得喘不过气来,顿时整个人都清醒了,我猛地起身,走出去外面客厅一看,我家起火了。 火势是从厨房那里开始延伸到客厅的。 我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我家着火了,火很大,我出不去了,我住在幸福小区,地动2208号,消防车很快就来了,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被救出去的。 因为我后来被呛得没有了知觉,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病床上躺着了,警察调查了我家失火的情况,并告诉我很可能是人为的。 让我想一想,身边什么人最可疑,我思考了一下,我能想到的是我的妻子那边,或者是她的那个情人对我进行的报复,于是如实说明了情况,一想到有人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不仅有些后怕,难道真的是叶梅,如果真的是她,那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以为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调查出凶手。 没想到过了几天,警察就找出凶手了,纵火的,竟是我妻子的弟弟叶昆。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挣住了,原来是我之前设置在家里的监控器监控档。 当天晚上,一个男人趁着我当时在房间休息的时候,悄悄跑进了厨房,想将这场火灾设计成一场意外。 虽然对方躲过了小区里的所有监控器,却没想到我也在家中上了隐蔽摄像头。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是叶昆,后来叶昆被警察逮捕了,没过两天,妻子跑到我的面前,她直接跪了下来,求我放过她的弟弟,秦刚,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你放过叶昆好不好,她是我的唯一了,她犯法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既然她做出了这种事情,那她就要承担法律后果。 叶昆看苦肉计没有用,一下子崩溃了,终于露出了她真实的一面,好啊,你那么无情,那你也别怪我无意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想知道是谁的吗? 她接下来说的话,很是让我震惊,我跟叶昆根本就不是姐弟关系,我们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青梅竹马,我孩子的父亲也是她。 我不敢相信,原来是我低估了眼前的女人,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叶眉似乎觉得很痛快,但是还不够,之前你给我的卡里的钱,我都花在了别的男人身上,我用你的钱养了别的男人,听清楚了没有。 我气得清金爆起,我从不打女人,但此刻,我却恨不得一拳打在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脸上,那张好看的脸,原来是天使的面孔。 恶富得歇 这个女人根本没有下线,我相信她瞒着我做的事情,绝对不只是这些了。 之前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事情,很可能都发生在我身上了。 果然,我一调查就发现,叶眉早在一年前就开始转移我的财产,甚至还以自己为受益人给我购买了保险。 之前我太信任她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是别有她想,再加上这一次的纵火事件,得出的结论是,这对狗男女早就计划着将我的财产全部转移,然后再制造一个意外让我出事,以此骗取保险金,但是没想到。 我在他们的计划之前,发现了妻子出轨的事情,阻断了他们的计划,所以他们刚开始想用苦肉剂拖延时间,但我不吃苦肉剂这套,所以他们苟急跳墙,想要提前让我意外死亡,我准备好证据材料,然后将这两个人一同告上法庭,还没等到法院那边的开庭通知,就得知叶昆从拘留所那里逃跑了。 她因此成了通缉犯,与此同时,叶眉卷走了我的部分财产,跟对方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月后,我的离婚诉讼判了下来,法院同意了我的离婚请求,虽然经过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但好在我的损失也不算是很大,也算是给自己买教训了。 我这样告诉自己,心里面至少会好受点,我的生活慢慢归于平静,直到几个月后,我被调到新单位,和新同事一起,在一家夜总会开派对,竟在那里遇到我的前妻,夜眉打扮成兔女郎的样子, 一边在一群男人中央,跳着狂热的舞步,一边熟练地开着香槟,嬉皮笑脸地给身边的陌生男人倒酒,她全程没发现我,我想到,既然她会出现在这里,那么应该也可以找到夜坤,直到很晚的时候,我看到她离开。 然后尾随过去,我打算一会发现了她跟夜坤两个人的藏身处,就赶紧给警察那边通风报信,没想到,却让我撞见了更加不得了的一幕,就在我跟到一个偏僻的矮房附近,一个男人像是约好的那样,出现在夜眉的面前。 对方应该是跟我一样,从夜总会那里,就一直尾随着夜眉来的,只不过区别在于,那个男人是夜眉钓的鱼,只见夜眉朝着对方做出一个妩媚的动作,然后便走进了屋子,男人也跟着进去了,我总感觉不简单,于是继续走进去观察,拿出手机将眼前的一切录下来。 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当我探出脑袋,去窥探那道窗户的时候,我竟看到了那个男人一走进去就被已经在里面埋伏着的夜坤给挟持了,夜坤一把匕首抵在男人的腰间,而夜眉则动作利索地拿出了绳索,然后两个人合力将对方制服,对方被吓到当场小便失禁,嘴里不停地哭喊着求饶。 即使我此刻正在鸡米远的位置,也似乎能闻到那充满酒精味的尿味,把身上所有的钱还有银行卡拿出来,否则我让你小命不保,夜坤一改从前在我面前窝囊废物的样子。 凶神恶煞地吃刀抢劫,而夜眉更是没了从前的温柔,整个人跟个太美一样,被绑架的男人交出了身上的所有钱财,夜坤强迫他说出自己所有的银行卡密码,同时还要挟对方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拿出更多的赎金。 眼前的一幕再一次刷新我的认知,这两个人真的是丧尽天良,不行,我得报警。 就在这时,我的身后忽然出现一道身影,紧接着我的后背被人刺了一刀,这里还有一个? 我被发现了,原来这里还有他们的眼线,使我太大意了,处理干净。 他们把我拖拽到屋内,放心吧,龙哥,夜坤先是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然后把我踩在脚下狠狠地蹂躏,嘴角勾起来,我亲爱的姐夫,没想到居然还会在这里遇见,近来可好啊。 夜坤,不可以,你答应过我不伤害她的。 看到我被折磨的样子,我的前妻居然心疼地看着我,夜坤看那些人的脸色形势,丝毫不敢怠慢,见夜眉为我求情。 她反而更加暴力,直接将夜眉用力推到一边,夜眉直接撞在了一旁的柜子脚上,眼睛附近很快出现了余青,就在这时。 我才发现夜眉的身上,其实不止一处伤口和余青,她刚刚摔倒的过程中,身上那些被衣物遮挡住的伤口暴露在了空气中,我顿时明白了,夜眉这段日子跟着夜坤,过得并不好,再让我听到你帮她说话,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夜眉被吓到姐姐后退,从前看她们相处的时候,都是夜坤唯唯诺诺,对身为姐姐的夜眉,唯命是从,原来都是她们在我面前演的戏嘛,今天亲眼所见的,这才是她们相处的真正模样,但下一秒,被夜坤称为龙哥的男人,一耳光,框在了夜坤的脸上。 蠢货,美女是用来怜惜的。 说着,龙哥一把将夜眉揽入自己的怀里,然后油嘴蹭在夜眉那张漂亮的脸蛋上,我看到了夜眉嫌弃而又不敢反抗的眼神,而夜坤则跟一只哈巴狗一样。 对对对,龙哥教训得势,接着龙哥搂着夜眉离开,只剩下夜坤在这里,对我拳打脚踢,你不知道吧,姐夫,哦不,你才不是我的姐夫。 我跟夜眉根本不是姐弟,我们是情人,她抓着我的头发,面目猙獰地看着我说道,我嘴里一口血水吐她一个猝不及防,然后冷笑道,你们这对有情人现在流落到杀人抢劫的地步。 真是可怜,听到我这句嘲讽,夜坤愤怒上头,再一次站起来,对我拳打脚架地折磨起来,但我即使浑身痛得不行了,还要继续刺激她。 你是一个失败者,要靠着女人生活,现在还要她跟着你受苦,真是窝囊,夜坤彻底失控,我知道这是说到她的痛处了,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之内的。 应该早在我刚刚跟踪夜眉的时候,我已经联系了警察那边,一旦看到不对劲赶紧报警,所以刚刚一看到夜坤劫财的那一幕,我就直接按了在手机上设置的紧急报警的按钮。 而现在,警车的声音已经包围了这一片地区,夜坤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才得知我其实早已经报了警,刚刚的说那些话都是为了牵制住她,她还想逃,但一切都太晚了,夜坤被压上了警车,而我则得救了。 而我手机上录下的那些视频都足以让夜坤被判上几年的无期徒刑,过了几天。 警察来医院找我的时候,对我当时的勇敢行为大家称赞,并告诉我夜眉和其他犯罪分子也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一想到夜眉跟我曾经也是夫妻一场,我还是想知道她会怎么样。 警察告诉我,夜眉有一个哺乳期的孩子,所以法院会酌情减轻她的罪行的,我点点头,那个孩子就是她跟夜坤的孩子吧。 虽然我很痛恨这对狗男女,但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一想到这小孩的出身,我还真是挺同情的,又过了两个月,我得知夜眉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居然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杀了。 那个可怜的孩子将会被安排到福利院生活,而我有一天回到家,居然看到一个长相酷似夜眉的女人成了我对面的住户。 我以为是有些眼花看错了,但对方竟然在某一天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惊呆了,王欣欣居然整容成夜眉的样子,而她这么做,竟然是为了靠近我。 她以为我心里面还深爱着夜眉,所以她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她。 但我现在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哪里还敢轻易开始,接下来的一年为了摆脱王欣欣的纠缠。 我先后辞去了现在的工作和搬离了现在的住所,直至我的生活归于平静。 我们一起去的婚姻